水稻受到了玉米除草剂的要害 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补救呢? 首先,受药害的水稻植株往往比较弱 容易感染病虫害 因此需要加强水肥管理 保持田间的水分适宜 并适用一些生物肥或叶面肥 帮助水稻恢复生长 如果水稻叶片出现黄化现象 可以喷湿一些赤霉素或云苔素内质等生长调节剂 以促进叶片的绿色化 如果水稻生长缓慢 可以适当地掘湿一些蛋肥 其次,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合理使用除草剂非常重要 在使用除草剂时 要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用量和使用方法进行操作 避免过量使用或不当使用 此外,加强农业技术培训也是非常必要的 政府部门可以组织一些农业技术培训活动 让农民了解更多有关农作物种植和农药使用的知识 提高自身的农业技能水平 避免因使用农药不当而给农作物带来不必要的损害 通过及时排罐 加强水肥管理 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合理使用除草剂 和加强农业技术培训等措施 减轻要害 促进水稻生长和发育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看法